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8月20日这个晋级赛中这个黑幕也是KO了杨昊东 然后判定击败千亿目都以晋级 这崔健辉连续两次这个右手 打中对方的头部 几乎是无折挡的这种直接命中 直拳也有 那看起来崔健辉我觉得这场比赛的话有看头了 对 崔健辉看来准备的还是很充分 然后整个这个比赛状态比较放松啊 这个黑幕好像有点木现在 到目前为止 没有更多一个反应 因为上一次看到他KO推荐 那个杨昊东的时候 还是很凌厉的打的 对 因为上次其实在深圳比赛之后 我和这个杨昊东聊 杨昊东也说的自己就是打得太急了啊 有点太过急躁 给这个对手留下的这个空 这个空间太多了 两人想差十岁 一个二十岁 一个三十岁啊 这个黑幕扬典 应该是有一定经验的 但是我其实真挺喜欢崔健辉的一个角色 因为我当时在 我记得在谢岛 当时看他对勒德斯拉的时候 我 哎呦 敢做动作 啊 而且还有效啊 虽然这个 不是很狠 对对对 我这下目的也是达到了 对 目的也是达到了 直接用自己这个 这个后脚跟去要对头 头破漂亮 前手平勾 当然这左手的这一下 抓对手的这个出拳的就空了 这幕完全没有什么办法 到目前来看 虽然会到现在打得还是非常的稳健的 感觉小伙子越来越有自信了 没问题 你可以继续保持这种节奏啊 这个稳达稳达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黑幕的这个裤肠上就写着这个Kin SC的啊 这是他的拳管的名字 第一回合 哎 漂亮 第一回合还有几秒钟就结束了 在压力赢的时候还来了一个 命中中国选手 这个日本选手啊 对手这出前手就被虽然会抓啊 出前手就被虽然会抓啊 虽然会这第一回合这几个点打得还是非常准的 对对对 我其实在线岛对他留下意见还是挺深的 虽然他输了 来看看第一回合这个精彩的半镜头的回放 这一下 这个还是小腿 小腿其实打到这个黑木的痛苦 敢于用舍身剂的现在 真是不太多 好 现在要开始的是 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 那么对阵双方 红方是来自中国的崔建辉 蓝方是来自日本的黑木 那么在第一回合 这个崔建辉几乎是压制了 日本选手黑木 而且比赛过程中 这个崔建辉还使出一记 漂亮的舍身剂 舍身踢 明显感觉到第二回合 好像这个黑木 加快了这个进攻频率和节奏 我总感觉他好像是也要 这一下 这个低扫力度太够了 没错 我总感觉这个黑木 好像有点坠立不集中 就是今天打得有点散 哇 陈建辉这个 这个高嫂也能直接踢头 对 确实我和这个贾老师的感觉一样 黑木今天确实感觉有点散 整个人 他就是对陈建辉的这个出拳 感觉不好 又骗了 又连续的 对 但是他在挨拳时候的反击 还是很坚决的 对 这个也是这个 陈建辉的反加不明显吧 还是很明显的 这个反加 对方对他这个好像不适应 不是很适应 但是中国有很多自由波及选手 尤其是连散打出身的 他们这种左势都是所谓的假左撇 那么习惯性的这种右手靠前 但实际上生活中他可能并不是左撇 就是看起来是这个反加 对 右手人在前 对 但其实这个右手的重拳也是非常重的 对 保护得很好 抓局的能力很强 黑木一出拳他就挨 就挨这个回手 又一个两个 连续踢他了 打进去 连续的 这下黑木确实有点懵 连续挨了 连续挨了三四个吧 这个 对 而且这个崔建辉是真的就是往里边塞 硬生生的把这个拳塞进去了 看起来他在力量上好像更优势一次 又一个 你看 黑木出了拳以后又挨 每次都挨这个右手拳 一旦这个黑木的这个防守的这个空间一被打开 这个崔建辉的拳会马上就跟进 对 连续的 我现在真的越来越相信这个崔建辉他这个前手拳就是他的重拳 因为他出前手的时候很多 而且是打击力道也很明显 你看他凡尔的这个左手拳后手 力道明显 对于这个 上手 但是崔建辉要小心那黑木出这个冷招 没错 黑木还是挺抗打的 其实挨了好几个重的 刚才几个直的 哎哟 崔建辉是越打越自信 对 但是黑木在这种抗击打的能力上 还有整个人这种战斗的精神和意志上还是非常强的 所以崔建辉在接下来比赛当中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这个黑木如果有这个冷招的话 崔建辉也要是小心防范 好 来我们可以来看看在第二回合 两个人一些精彩的半镜头的回放 你看看这下崔建辉的这个低扫 黑木也是猎气 对 差点倒地 这是刚刚的那几下连续的重拳 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刚才那几下最近会再补一记勾拳 我估计肯定就结束了 好 现在双方第三回合比赛开始 你刚才进行的前两回合比赛里我个人觉得这崔建辉这个优势还是很明显的 基本上是压制住了黑木 对 但是你看黑木就虽然说在前两回挨了不少拳 但是他现在这种积极性还是有的 看起来他好像是在第三回合要这个要使出全部这个力量 对 对 第三回合要黑木不拼也不行了 日本选手啊普遍来讲还是这种意志品质很顽强的 对 能拼能打 对 黑木还是很犹豫 你刚才虚晃的一下那个腿最终没出来 对 对 起腿非常犹豫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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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虚晃的那种是要接下一个动作 但是日本拳手黑木总是晃了两下站的原力不动 对 对 对 转身边权 这一下但是 哎 哎 这一下是 踢低了 这一下是是踢当了吗 应该是踢的低了 哎我看清啊突然就突然就出了一个状况 因为这是晋级赛 对 如果选手受伤的话 这个 这一会儿我们要看一下这个伴供的回放 对 他的位置应该是小腹和这个当接近的一个部位 对 这到底这一下 因为刚刚那个镜头其实离得也有点远啊 嗯 对 对 对 这一下看起来还是挺重的 对 对 对 看起来是小腹的这个部位 嗯 腰带以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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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只应该也比较正 正灯啊 正灯啊 你看防着对方 看着对方接下来可能还会有这个动作 你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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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可能不断要出腿出膝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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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长时间的距离 往上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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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师出拳 哎 哎 不能给对方这个距离 对 果然这黑木的腿就一直在往上走啊 对 黑木还是打的挺狡猾的 30岁的老将 对 也参加过很多场比赛 就好像习惆啊 有40来场比赛的经验了 对 看来每个日本选手都有绝招 直接扛倒 这个就是动作幅度过大 失去平衡了 要防住 因为这黑木 他这身高啊 腿长 他还是有一定身体优势的 出其不意起腿 其实在前两个回合 这黑木的打击都没有什么目的性 到第三回合现在终于有这目的了 不停的向一个部位进攻 对 一会儿刚才倒地那一下 我们要仔细看一下 最近出的是什么位置 还有十秒 连续 追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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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人权 追他 哎呀 不能让他缓过来追他 这个时候黑木好像又有点运 哦 确实他有点晕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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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剑辉这个憋了一个回合呀 他最后放了个大招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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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刚刚刚这个连续的出拳命中 确实这个进攻非常犀利啊 很有气势 对 很很果断 很坚决 走 好 好 连续你看连续左右 好 好 刚才左右两个支 对 好 二 这个没点 四 好 这几次二确实 还拦了个超人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崔剑辉到第三回合 最后也是打得整个人打得放开了 彻底放开手脚 红冠军队的男人 二十七 二十五年 红冠军队的男人 二十七 红军队的男人 二十七 三年 红军队的男人 二十七 红军队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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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队 红军队的男人 红军队尖的男人 我认为 红军队 removed 浮亭 가자 红军队 Fi tech foreign 用魔才好和第7198 对不起 死我和国家 支持是其他的